今天的天氣還是冷 玉山飄雪了 可惜是沒有積雪 而除了山上冷 平地的最低溫就在淡水 來到了11.7度 就連最南邊的高雄屏東 低溫也只有15度 不過呢 其實今天開始 天氣會慢慢轉為乾冷形態 水氣會減少 而明天 溫度就會慢慢回升 天氣逐漸轉乾冷 陽光在雲縫中若隱若現 但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天氣依然很寒冷 預計今天白天 各地溫度北部18度 中部 南部 東部地區 都在20度上下 天氣冷歸冷 但是降雨緩和 北台灣有機會陽光露臉 水氣整個都往南邊移 所以在中部以北地區 整個的水氣都開始轉為 比較偏乾冷 越晚的時間點 南部地區的降雨情形 也會趨於緩和 這波強烈道路冷氣團 強度超強 各地區飆迫入東最低溫 昨天12月4號 新烏和淡水只有11度 台北和新竹也降到12度 就連12月5號 嘉義和宜蘭也創下今年最低溫 連兩天各地溫度破紀錄 全台冷嗖嗖 不過周六周日天氣就會逐漸好轉 周末的情形整個冷氣團是減弱的 整個水氣也不要偏乾 各地都會轉為多雲道寢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零行降雨的狀況 強烈道路冷氣團再影響一天 即使冷氣團強度減弱 但溫度回升依然有限 正式進入冬天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保暖 有電TV仰仁祥 張仁軒 台北報導